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視頻拍攝於11月9日 不過今天這個視頻就不是我拍的 廣州日增確診病例繼續處於高位 禮灣和多區都拉響了警部 這個視頻就是朋友幫我拍的 有人扔了他的雞 不過沒有人肯送去重災區 所以只有他親自送 今天都非常多謝他 將他的所見所聞拍了給我 也都同意我作為素材發表 他的代價就是第二天 健康碼即時變黃 一起來看看他在重災區裡所拍到的視頻 今天早上開車直擊重災區過來這邊 試探情況 仍然很多一汽巴士 運輸人走 運輸人員走 公務車很多 公務車多 進行升級重災區 這邊都是居民樓 這些大巴士運輸人員走 全都封住的 這些大巴士運輸人走 運到住酒店 一直都是 政府真的花費不少 這裡開始就是一個封岸區 這邊全都保護警察 特警、公安、公務車 讓人們翻牆出來 這裡是廣州的重災區之一 湖北老賣布的地方 頭上有塊布的人都是很厲害的 頭上有塊布 這邊裡面重災區的地方 全國廣州最嚴重的地方 臨灣南韓路 兩邊起碼全都封了 臨灣拉響警告疫情 各單位建議安全 直擊現場 送貨、送物 可入可出 直擊現場 真的配合朋友 這麼重的災區 都敢進去拍 我就真的不敢了 朋友交完雞之後 沒多久健康碼就變黃 必須三天兩檢 希望它可以盡快變成六碼 今天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住在廣州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